野门胡帅武装分子去年11月下旬在红海发动袭击以来 那么已经有至少2300只的船 那么只能够被迫绕道而行 导致通过红海的货运量急剧的下降 海运的运费也在不断的飙升 对全球的供应链和贸易造成了巨大的挑战 而与此同时中欧班列货运需求却在翻倍跃升 甚至韩国也搭上了中国一带一路的贸易路线 最近韩国的YTN新闻网 以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集装箱班列 中国一带一路大显神通为标题 对最近行情火爆异常的中欧班列 它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一番梳理 那么在韩国媒体的报道当中 我们看到中欧班列不仅是连接 中国和欧洲的亚欧铁路大动脉 而且也是现代版的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具象化的符号 根据央视早前所披露的数据 从2013年的仅仅有80班次 到了2023年的年超过1.6万班次 在过去的十年之间 中欧班列的年发车班次 足足增长了200倍之多 其实中欧班列本来就已经是很受欢迎了 而在最近呢 愈演愈烈的红海危机的影响之下呢 中欧班列呢 就是更加受到各方的出口商的热盆 稳定可靠速度快 那么中欧班列的运营方 最近呢光是收到的各种咨询电话 就比平时呢多了好多倍 要说这个大富靠运气呢 那么这发横财的机会呢 还真的就让中欧班列进一步赶上了 不过呢 另一句话说的好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如果不是过去 长年在中欧这个地带上呢 那么对中欧班列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 不断的发展 把贸易通道打通 把铁路盖好 把整个的运输的这个货运站建设好的话 那么怎么可能在这一轮红海危机的情况下 中欧班列大放异彩呢 我想呢 由于胡塞武装呢 它的导弹危险呢 现在呀 很多的西方航运公司都纷纷选择绕道好望角 那么走这样一个更远的路线 去欧洲或是去东亚 而如此一来呢 整个航运路线呢 就势必拉得更长 那么路线长了 你的航运费用呢 也自然是跟着水涨船高了 那么高到了什么地步呢 根据韩国媒体YTN给出的说法呢 绕道好望角的费用 最高呢 涨了六倍之多呀 你想呀 这个运费涨了六倍 是不是会提升了产品的这个最终售价呀 那么对于很多贸易商来说呢 成本就大幅攀升了 由于航运费用的大幅暴涨呢 一时之间 竟然让平时相比海运 它的这个没有价格优势的铁路运输方面呢 就显得更加和蔼可亲了起来 比如现在如果走海路呢 到德国的话 它的运费呢 大概是6400美元 而如果改走中欧班链呢 它的运费大概是7000美元左右 这两者之间的价差呢 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而且呢 走这个铁路运输呢 要比海运最大的优势就是速度快 准点这个稳定可靠 那么以往呢 如果拉一船货到欧洲的港口呢 要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而现在呢 改走中欧班列的话 大概能够将耗时缩短三分之一到一半 而不仅如此呢 这个货物改走铁路 还直接运输到欧洲的内陆城市 那么很多个货物站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提前建设好的 这样一来呢 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因为如果走海运呢 到港口这个从码头上卸货之后呀 还需要在陆地上用大货车来运输 那么这一部分成本再加进去呀 说不定现在的中国的啊 这个一带一路上面的中欧班列的价格 可能说不定比这个海运呢 已经价格便宜了 虽然中欧班列呢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 都充当着作为海运的一个补充 但是现如今呢 全球自由化贸易呢 面临着著作的挑战 那么各地呀 是烽火四起 狼烟四起 那么这对于中国的中欧班列呢 就带来了一个啊 这个另外一个选择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机会 哪怕价格相对较高一些的 陆地运输的费用 那么在很多出口商们看来呢 好像现如今呢 也都能够接受了 那么这样一个逻辑 它不光光是对我们中国的出口商呢 是适用的 其实换到这个韩国的出口商身上呢 它其实也是一样的 像YTN这样的韩国媒体 它的报道当中 所提到的 韩国现在的出口商 对中欧班列的兴趣呢 正在快速的上升 最近的红海危机啊 它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是全面的 当然据称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任何一艘中国的商船被袭击 那么这里面 当然也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人品使然 那么其他的这个地区的商船呢 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商船呀 就是受到的威胁要大得多 但无论怎样吧 韩国的海上贸易通道 必然也在遭受红海危机的冲击 那么和外贸占比相对较低 出口方式多种多样 而且在理论上仍然享有红海航道自由的中国不同 韩国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比较尴尬 因为我们之前提过三个优势 那么这三个优势方面呢 韩国通通不具备 在经济上呢 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韩国 现在迫切的希望 为本国的货物出口 打开一扇通往欧洲的新的窗户 一个新的路线 阿贝现在韩国尹熙越政府基于厚望的破局的关键 正是我们中国的中欧办理 按照韩国媒体的说法 尹熙越政府目前正在和我们中国这边的各级有关部门和办事机构 开展积极的合作 韩方希望把他们的货物从仁川港乘船发到中国的威海港来 然后呢再把他们的货在山东这边来装车 然后再利用中国的中欧班列把货发到欧洲去 欢迎这样过去从韩国的相关港口 然后装船之后一路开到欧洲的路线呢 现在只要把船开到咱们中国的一些港口 然后就上了中欧班列 虽然韩国的这个举措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看来呢 这样的一种设想或者实际的操作还挺新鲜的 但其实呢这已经不是他们的这个货物 头一回来搭载我们中欧班列的这样一个便车前往欧洲了 当然我们必须要在上眼上的说 他呢搭我们的中欧班列也不是免费的 对吧 那么也是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互利合作 光光在去年一年呢 韩国企业就借助咱们的中欧班列 运出去了三万多个集装箱的货物 那么预计这个数字呢 在2024年呀将会进一步增长到四万个 我是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看待 韩国对外贸易搭上了中国一带一路 中欧班列这件事情的 反正呢我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中国领导人在2014年的时候 当时他是访问蒙古国的时候呢 发表了一篇演讲 那么演讲当中谈到 欢迎大家来搭乘中国所发展的列车 那么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罢 我们都欢迎 而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呢 在国际上的很多公开的场合上 我们其实也都曾经多次发表过 类似的观点 比如说在2015年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 我们曾经说过 中国愿意把自身发展 从周边国家发展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 也欢迎周边国家来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变车 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的汇集到周边国家 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 当然这里的变车和快车呢 我想呀中欧班列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实际上它可能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 比如说中国发展的机遇 我们一般也都会说搭快车搭便车 同样的意思 再比如在2017年的时候 在瑞士的达沃斯论坛年会开幕式上 咱们的中国领导人发表主持演讲时 曾经说过中国人民张开双臂 欢迎世界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 说来凑巧的是 我们过去十年来呢 在各个公开场合发表的这种 欢迎大家来搭便车的观点 基本上呢也都是围绕着一带一路合作 这样的一个倡议 同时也是这个时代的大命题来展开的 历史关头出现的每一个偶然 实际上都是无数必然汇聚之后的 所产生的结果 就如同我前面所说 这一次中国的一带一路 中欧班列 而能够大火 某种意义上呢 也是过去这么多年来 对吧 这个努力的结果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那么巴以冲突如此 红海危机如此 中欧班列亦是如此 还有一带一路更是如此 中美两国国力的此消彼长呢 亦是如此 新加坡联合早报 同样关注到了中国一带一路 中欧班列这个大趋势 红海危机持续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就扰乱了全球的货物运输 导致中国到欧洲的集装箱 海运运费上涨多达三到四倍 去年逐步走出 俄乌战争阴霾的中欧班列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提前的爆满了 中欧班列在红海危机爆发之后 持续的走向 货运需求直接翻倍 这样的情况 我们是可以想象的到 但是它跃升的速度呢 的确是超出了预期的 根据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报告指出 中国出口到欧洲的全部商品当中 约有60%是通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来运输的 红海呢是通往苏伊士运河的一个门户 全球大概呢有12%的贸易量 是从这里来经过的 包括高达30%的集装箱的运量 每年呢经过这个地方的货物价值 超过1万亿美元 国际货运预定和支付平台的数据也显示 从去年的11月底以来 从中国到地中海的集装箱运输成本 已经增长了4倍之多 那么这个增幅本身呢是相当的震惊的 上海到北欧的集装箱运价上涨了3倍之多 高达6000到7000美元 前面我们也说过 和我们的中欧搬链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了 高成本绕到非洲南端 好望角之外呢 中欧搬链那么其实就是很多货主 所选择的一个替代方案 海运失去价格优势是推动中欧搬链近期走翘的主因 中欧搬链从重庆发车到欧洲 需要15到20天 比海运的这个要快7到10天 中国最近呢持续依赖出口来提振中国自身的经济 那么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1月2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 当时呢就特别谈到这么一段话 他指出呢中国在今年的外贸领域面临着形势复杂严峻的一个局面 特别指出了需求不振 地缘冲突加剧 外溢风险显著上升等等 即使呢我们能够看得到 那么现在全球呀各种热点问题抖升 那这里面当然对我们的外贸会产生影响和冲击 同时呢也会对中国在亚欧大陆上的贸易合作 特别是陆路贸易的合作呢 会产生非常大的正面的促进作用 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姚树浩 在受访时指出红海危机长期化 无疑将大幅冲击全球的供应链 导致全球贸易成本和风险的上升 但也在新冠疫情之后 进一步证明了中欧班列的不可替代性 尽管铁路无法真正的取代海运 但是呢至少在短时间之内呢 仍然会成为一个快速运速战略物资和中高价值商品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稳定的贸易通道 中国对外出口可能会逐步趋向于高价值化 对中欧班列的铁路运力需求呢 也会因此更加的增长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当我们出口的商品越来越值钱的时候呀 甚至有些商品的出口 甚至用空运的价格可能更高 其实呢就要看你商品的价值 对吧商品值多少钱 性价比高不高 利润高不高 那么客户呢是不是非常需要短时间之内就要拿到货 那么不同的需求 当然用的服务就不一样了 就像我们平时寄快递一样 对吧 你想要非常好的快递服务呢 那价格可能就略高一些 那同样的道理 真所谓啊战事一起 有人受益就有人受害 现在除了海运航道问题 影响着全球贸易呢 还有人担心 如果沙特阿联酋未来都卷入了冲突 甚至伊朗和美国之间呀 最近也是闹腾的够呛 那么全球的能源价格的上涨 将会进一步的冲击制造业的成本 那么这样的一个局势呢 是否会影响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也是后续所观察的一个重点 那么这句话呢 他主要的这个探讨的方向呢 就是呢 红海危机 使得全球海上贸易通道受到了阻碍 于是乎呢 人们选择了陆路贸易通道 在陆地上的铁路运输 但是呢 在国际上现在又有了另外一种声音 认为应该把制造业移出亚洲 贴近市场的地方 移到欧洲去 对吧 就地生产 就地在欧洲销售 然后呢 移到美洲去 就地生产 就地在美国销售 那么就靠近市场 这些地方呢 直接进行生产 这也是目前在国际上有另外一种声音 当然如果这样的一种这个思考呢 成为一个主流叙事 成为未来的一个趋势呢 那么会对中国在全球制造和贸易中心大国的地位呢 会产生一定的冲击 应该说呀 任何一件事情呢 它有一个好的影响 也会有另外一个程度的影响 我们呢 要从一个全局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那么由此 我们可以说 相关的思考呢 目的是要绕开贸易航线受阻的问题 当然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 恐怕所带来的就是全球化的撕裂 将会更加的严重 但无论怎么样 如果按照这种思路走下去呢 其实它也会进一步的强化 在陆路连接的欧亚大陆上的所有的贸易的合作关系 那么如果整个的大陆板块 大陆文明 就此能够有更强大的贸易往来 贸易关系和枢纽的话 那么可以说呢 人类或许啊 将会面临另外一个局面 就告别海洋文明 重新回到陆地文明的时代 这未尝不会成为未来的一种可能性 那么我们说呢 如果说真的让全球化不断的撕裂 形成了经济规模的自循环的小型化 或区域化的这个节奏呢 那么能够形成最大区域化的 其实就是欧亚大陆 当然 这随之也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 和地缘政治尽章关系 原因非常简单 美国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 来源于美国自身在全球的地缘操作 包括美国加征中国商品的关税 如果把所有的商品弄到美国自己去生产 那么大家在美国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呀 恐怕就会进一步的飙升 想想美国的劳动力成本 土地成本 各种各样的费用呀 高得出奇 那么中国过去这么多年来 牺牲了劳动力 牺牲了水 牺牲了空气 那么出口商品赚取微薄的利润 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全球经济上上增长的同时 那么它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而现如今 另外一种思潮呢 恐怕会把这些问题重新啊 给它引出来 那么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呢 必然会进一步的加强 因为过去呢 有着很多的贸易往来呀 就会让大家有非常多的共同利益 那么撕破脸的时候呀 恐怕也会有更多的考虑 而如果按照前面所说的这样一种思路 所有的生产制造 区域化 接近市场呢 那么这种说法本身呢 肯定会让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啊 变得越来越少 那么大家呀 遇到一点矛盾的时候呢 撕破脸就撕破脸 干起来就干起来 这恐怕呢 是全球化撕裂 那么贸易是首先第一个 这恐怕呀 是全球化撕裂 从贸易开始转向为地缘政治矛盾 以及各种撕裂的一个开始 那么这样的局面 必然会让全球合作 全球发展呢 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局面 无论怎样吧 我们持续观察 有红海危机引发的一带一路的热潮 以及所引发的另外一种 全球区域化合作的一种思考 它是给全球所带来的新的一个趋势 那么人类社会究竟是会走向何方呢 我们持续观察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